联名语案的审理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下面请省厅的崔厅长为我们布置一下这个案件的下一步工作 根据现有情况和证据 我认为抓捕联名语的时机已经成熟 旁局长尽快跟检察院协调一下 请他们签发抓捕联名语的命令 具体执行办法有市局旁局长负责 厅长 市长 我想这次抓捕工作还是由刑警队刘震汉队长具体负责之后 可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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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没事的 本集完 本集完 没事的 本集完 对不起 都可以 那些 你不该 真是 还是没有 我不 你不是 对不起 王明 你小子听着 现在新警队的拳击同志都在 我们马上就要和你有一个暂时的告别 我们给你三鞠躬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好 等我们明天完成任务回来以后 等我再来陪你 剧长 跟大伙见见面吧 这是最后一掌 一定要打好 抓到你命运 我要活的 听见不 这几天 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的觉着自己 快承受不住了 快绷不住了 局长你知道吗 我一直觉得好像是在做梦 北雷 王明 他们还在 大辽 一定在听众 现在全队都看着你了 要知道 现在他们在垂死阵仗 牺牲是难免的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击 这样才能祭奠英雄 记住 局长 我有个问题一直要问你 是吗 为什么所有的匿名性 总是落在你的手里 我还总怀疑 有人在坚守自盗 我还怀疑那些匿名性 都是出自你的手 明天就要行动了 你就给我一句实话吧 接手自盗 用词不当 我这是自产自消 继续 12月27日 市检察院签发了逮捕龙腾集团董事长聂明宇的命令 龙腾大案经过数年侦破 终于等到了有结果的这一片 二十两柏集团 二十两柏集团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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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ced brave命 太后悶火了 计划行动 毕丫致 捉 Huh secretary 你少北UM 他肯定我跟他了解他肯定会在 他说你不用了解他 过来 怎么了 队长 旁居 我是刘正汉 现在第一步抓捕方案已经完成 我的感觉告诉我聂明 是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 我请示 下一步行动方案 我知道了 现在马上实施第二道方案 在绝对保证人员安全情况下 把聂明宇活着给我带回来 听见没有 唐局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单独进去和他谈一谈 终于把他带着 队长 你听着 现在聂明宇已经是在做垂死的挣扎了 所以你进去必然是非常的危险 他肯定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你听见没有 所以绝对不允许你一个人进去 回答 唐局 你要知道我跟他的关系 我也把握把他平安的缉纳归案 刘局 听我说 马上实施第二道方案 你听见没有 马上实施第二道方案 你一个人要是进去的话 你是我一番纪律的 听见没有 我一番纪律的 你马上回答我 唐局 唐局 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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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啦 这枪 从来没用过 是个板事 罗志涵 咱们是老战友了 我还救过你的命 能给我几分钟在这个屋子里吗 好吧 谢谢 这个屋子你眼熟吧 当然 我们老连长 老耿都不得 你模仿了一模一模 你的记忆力是真好 三号学生 优秀战士 还有监禁工作者 多优秀的人啊 马上掉霉了 人之初心本善 人之初心本善 为什么要犯罪呢 我现在就是个罪人 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百思不得其解 人为什么明明知道要犯罪 还要去做这些事呢 为什么 你不管问你自己为什么 你怨谁呢 怨社会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怨谁呢 该怨的是你自己 你觉得小时候 大家对你都不公平 那会儿 你和雷雷是吃了不少苦 父母下放 上山下乡 你们又受了不少的罪 可是有这样的经历 不止你一个人啊 那么所有这样的经历的人 那么都像你这样 去犯罪 去抵制这个法律 抵制社会 当年在部队的时候 你是个优秀的兵 冯连长 还特别喜欢你 你处处走在前面 真的 很多东西比我强 我是赶不上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你变成这样了 你知道你这所作所为 带来的伤害吗 你的妹妹累累 就是直接带来的悲剧 如果今天不是我来找你 不是我刘震翰 那么马震翰 陈震翰也会来找你的 能放过你吗 现在还不是世界末日 游戏也该结束了 我们不能让死去的人 闭不上眼睛 回去吧 刘震翰 刘震翰 可惜这回你又数了 得奖状的还是我 你不是一直想逮我吗 我求你一件事儿 为武收拾 提前谢谢你了 啪 啪 下辈子 再做好人吧 小末 你怎么办 的 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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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队怎么样 人呢 人呢 怎么了刘队 怎么样刘队 你没语呢 火锦 火锦 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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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0年12月27日 龙腾公司董事长聂明宇 在抓捕行动中畏罪自杀 与此同时 省高级人民法院 公审龙腾大案主犯 副市长聂大海等14名涉案要犯 被正式审判 现在继续开听 传 被告人 刘建一 陆柏林 聂大海 黄胜 陶大梁 田锡贵 道庄 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工作的被告人 刘建一 陆柏林 聂大海 黄胜 陶大梁 田锡贵 被告人 刘建一 陆柏林 聂大海 贪污 受贵 刘建一 陆柏林 聂大海 黄胜 陶大梁 田锡贵 原政法委书记 陆柏林 安插人到看守所去看张峰 陪张峰 我叫小林主 今年三月初 刑犯释放 四月二十三日 年龄已拍杀手 并且陷害刑警队长刘震汉 殴打犯人 刑讯逼供致死 我是天都市第二看守所所长 朱德荣 我做证 原政法委书记陆柏林 副市长聂大海 通过收买看守人员 使刘正汉蒙冤入狱 刘队长曾经托我转交给市局旁局长的一同亲密 他杀手对我进行人生威胁 之后又给我金钱 让我绑架刘正汉的儿子 目的达到之后 他们又把我给绑架到蒙腾公司 对我进行各种威胁 以后又让我干保安 其目的就是让我杀刘正汉 张峰是被宁明宇害死的 我知道 张峰不是一个绝望自杀的人 在他被捕之前 张峰就告诉过我 宁明宇会杀的 但宁明宇不会亲自动手 他官员的手段 就是借别人的手来杀人 现在进行宣判 全体齐立 被告人 刘建一 犯贪污罪 受费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 中子权力终身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 陆柏林 犯受费罪 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 剥夺 中子权力终身 其他罪行成立的犯罪分子 分别被处以七年以上的不等徒刑 经过了几年艰苦斗争 刘震汉 庞天悦 等一批共和国的中贞卫士 终于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 在那段时间 天都市百姓 人心欢快 纷纷庆祝 龙腾大案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 同时 本案中其他重要人物 也都因此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生活 纷纷走向他们 与以往不同的新生活 天都市经过了这次洗礼 又恢复了他那以往的宁静 每一个普通的日子 发生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 大多数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 过着他们以往过惯了的正常生活 那么 那么 再往后呢 我们的故事 暂时到这里 告一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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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οg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顶络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o 你这倒是怎么混的 是不是又爸爸 哪人有钱了 胡说 全是我自己挣的 我在电视上 看见你作证了 挺棒的 这次回来 我想在天都市 开个火锅分店 长期炸根了 是吗 我就知道你能行 能有我什么事 你说呢 上期 与政 办案刘正汉队长 李东副队长 实习警员 龚茜 实习警员 王一斌 实习警员 马全 实习警员 汤文君 实习欺瞒 请给予指示 下面请刘队 向你们发实习鉴定书 固长 受讯我代表天都市公安局 行刑大队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这段日子以来 你们的行为 常常让我感动 在你们身上 我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进步 看到了成熟 看到了一个作为未来的刑警队员 一种 无坚不摧的精神 一种品质 真的 应该都是好 人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今天你们的实习鉴定书是由亡命来发的 现在只有我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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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咱们回去吧 明依啊 你去忙去吧 去吧 对了 下了班 别忘了接雷雷 你们都回家吃饭 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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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亮亮亮 奶奶奶奶奶奶 我在这呢 妈妈 奶奶 爸爸 姓林